只要黏這個欄位 拖拉下來 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這個坐標軸類別這裡 這個 OK 然後呢 在這個黏再拖拉到直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主要要統計的就是黏這個欄位 所以我剛剛講過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那基本上你後面的事情就不用做了 OK 所以這邊 然後呢 你拖拉下來的話呢 它會自動顯示為技術 當然如果你假設剛剛你是 你是用有加Value 或剛好同樣用INT 那你會發現你會出現的就不是技術了 而是加種 為什麼是加種 因為如果你拖拉下來的資料型態 假如是數字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改成加種 如果非數字的話呢 它會改成技術 技術的話是算幾個 數量 那加種的話就是把它的數字全部加在一起 如果你要改要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嘛 點旁邊這邊有個箭頭 這個值的欄位設定 有沒有 它如果是加種 沒關係 你把它改成技術也OK 那還有其他的你可以什麼平均 最大 最小 甚至你還可以算標準差 變異數等等 這些其實相關的 這個摘要的方式也可以做變更 那比較常用的也許就是 我們的加種跟技術 OK 我們按技術 按確定 這樣都OK了 好 所以第一個 今天練習第一個 就是先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做出這樣的結果 那這邊有個篩選 這個可能要篩選一下 第二個就是樞紐分析圖 會一個這個折線圖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做一個所謂的區 那區的話很簡單 也許在F旁邊這個 再多一個區 區的欄位 那這邊的話就入接到 OK 特別注意 這個資料我是建議 你盡量用最新的好了 因為好像我雲端上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舊資料 不過那個資料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醒 所以做出來結果 好像就跟我們現在做的 完全是不一樣 比數第一個有差 像這個總比數 Ctrl向下 總共有多少 3440有沒有 那如果是舊資料 好像只有2000多 所以數量明顯的不一樣 那接下來當然我需要 統計哪一區的切斷案件最多 OK 所以我覺得 那個Excel的 使用的最低限度 比如說以後你怎麼稱為說 你會用Excel 你會使用Excel 第一個的話 有沒有我講過函數 函數串成公司 這個一定要會 第二個要錄製聚集 第三個要簡單的VBA修改 那第四個就是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使用方法 大概這幾個 如果你假設這五個要素 你OK的話 那應該基本 Excel你是會OK的 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熟悉程度是多少 比如像VBA好了 VBA後面其實 就可以做更多更多的變化 所以 原則上我們其中 其中 以前 那就是這五個重點 有沒有 函數 聚集 VBA 然後加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大概這些你要掌握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統計區 那區怎麼統計 它剛好在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第六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 然後用MID 有沒有 MID 然後Tesl就是這個 然後給什麼 這個文字 第幾個字呢 它是第四個字 那要幾個字 剛好都三個字 所以這樣很快就可以取得哪一區了 理論上呢 只要它地址資料沒有錯誤的話 那應該都是區 除非說裡面假設有資料錯誤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要把它抓出來 否則的話會統計錯誤 OK 區有了之後的話 一樣的方式 我們就是在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對不對 應該這也沒問題 不過又多了G跟H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又幫我產生了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放在前面 所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第一個動作會先新增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那第二個的話呢 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有沒有 區跟 區的部分 所以你就把區拖拉下來 不過可能會有一種狀況 舊的版本 以前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你的原始資料更新了 奇怪 插入樞紐分析表卻沒看到的時候 那可能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重新整理 但是好像現在新的版本沒這個問題 我在想說它是不是改良這個問題 因為舊的版本 如果你舊的資料 你插入一個新的欄位 你插入 奇怪它怎麼沒出現 原來是你資料有變動 它已經沒有更新 所以沒有更新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按重新整理 它資料就過來了 OK 不過目前好像我們這個版本 2019沒這個問題 所以顯然應該是改進的 OK 好 那區都拖拉到區 一樣 再把區拖拉到直 一樣喔 你會發現區裡面是文字 所以它顯示會是技術 而不會是家種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來看切刀案件 這個 它有個數量出現 但是 其實我們比較care的是 哪裡治安最差 那所以 你會需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喔 我希望呢 做個排序 有沒有 那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區 所以游標放在 B4上面 再利用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D到A的 就是排序 也就是說我希望喔 這個資料 按照高到低的順序 幫我排序一下 我才知道說 哪一個區 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喔馬上知道 原來喔 這個地方中山區 它的數量是這麼多 接下來的話 當然呢 我們就可以 會是一個圖 那圖怎麼樣 圖會比較 不過假設我今天 前一個圖是因為 有時間的概念 所以會用折線圖 然後 如果今天我只是想要 顯示它的數量的話 那當然我用直條圖 可是如果今天想要知道 它的比例到底多 多少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除了這邊數量 可以顯示出來之外 其實你如果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顯示 這邊不要顯示數量 而是顯示百分比 百分比喔 所以喔 順便講一下 如果我希望這邊 中山區 百分之多少 顯示出來的話 那其實有一個設定 也在哪個地方呢 在這個地方 直的欄位設定這裡 OK 那如果你要把原來的數量 改成什麼 改成百分比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值的摘要方式 隔壁有一個 值的顯示方式 那預設的話 當然無計算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總計百分比 如果你把它改成 總計百分比的話 這個時候呢 它會顯示怎麼樣 顯示出 它這個地方的百分比 OK有沒有 所以喔 目前看起來 最多是中山區 百分之十三 其次的話是士林 萬華 應該好像 也不怎麼意外 然後最低的 應該比較意外 最低就是在大同 其次在南港 然後還有文山 文山比較不意外 不過大安區好像 似乎也沒想像中 這麼令人放心 因為它 它僅次於北投而已 大安區 雖然是房價最貴的 但問題 也沒有說 因為這樣關係 而變得更好 OK 那為什麼 你可以深究 這都是可以再去推敲的 所以我剛剛 設定的地方在這裡 值得欄位設定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那就是把無計算 改成總計百分比 這樣的話它顯示出來 就不會只是單單數字 而是百分比 OK 好 按確定之後就OK了 雖然說它已經夠清楚了 不過說真的 還是不如圖像畫來請 所以最後我希望說 那不如你幫我畫個圓形圖好了 一看一目了然 那圓形圖怎麼畫 一樣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找到什麼呢 圓形圖就可以了 然後圓形圖你直接按確定 然後並且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大小也許大概就 空白區域這麼大 但一樣的問題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圓形圖 它雖然有一個 這個顏色讓你知道 這個顏色是中山區 這個顏色是士林區 這個顏色是萬華 但問題 感覺好像每次都要這樣看 不方便 這樣比對 所以 我是比較習慣這樣 直接在這個圓形圖上面 直接按右鍵 讓它顯示什麼呢 資料標籤 那資料標籤有兩個 就上面會顯示哪一區 它有兩個 一個是資料標籤 一個是圖說文字 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資料標籤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資料標籤 它加上去之後 它是它的百分比 它不是哪一區 所以你要去改 感受自己一下 我覺得比較簡單 應該是圖說文字 所以你們可以改圖說文字 按右鍵 新增 有沒有 資料標籤 然後呢 把它改成新增圖說文字 好 這樣就出現了 有沒有 這樣相對簡單 不過你說美不美觀 好不好看 好像還是用 資料標 剛剛那個資料標 不過它複雜度比較高 第一個 加上標籤 所以這個區塊這個圖裡 其實就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你點一下這個圖裡 按delicent 這個就可以拿掉 就不需要了 上面一樣 你可以再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的話就是 各區 比如說各區的切到數量 比例圖 這個比例圖 你可以拿一樣的方式 可以把它字放大 然後字大概20 20 然後再加初級 這個一個title OK 那最後的話 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個 切到按鍵最高的這個區塊 把它拉開一點 怎麼拉開 一般叫炸開 炸開的話就是 點一下 先點一下全部 再點一下中山區 這個時候你有點像蛋糕一樣 可以把它拉開來 再炸開 有沒有 表示說呢 我可以凸顯一下 原來 原來 治安這個 所以 將來你們如果假設要租房子的話 外地同學 那你就想說 如果你要租房子 那可以避開這一區 免得到時候 會有一些 隱形的一些 這個 算是什麼 切到的風險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所以我再把這個重點 一 一樣 還有這個 這個地方 把這個Ctrl C 然後把底下這邊的名稱 把它改一下 OK 好 那 一就是先產生區 二的話呢 就是我要 在這邊插入書紐分析表 然後我這邊一樣 把它改一下 改的話 最重要的是改這裡 總計百分比 然後 插入書紐分析圖的時候 選擇圓形圖 那比較重要的是 上面沒有標籤 所以你把上面顯示 按右鍵 新增這個圖說文字 新增資料標籤裡面 圖說文字 然後並且把圖列 Delete掉 顯示 上面的這個名 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自己打 打一個 然後上面稍微改一下 那最後 並且把這個圓形圖裡面的 中山區 炸開 炸開的話 記得點兩下 一是點全部 二是點這一塊 有沒有 本來在這裡 你可以拉開 這樣就OK了 凸顯它一下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